您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天天听好书,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上集说道,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到18世纪末的西方一枚史, 艺术家从很少留下名字,到文艺复兴时期,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但是由于雇佣关系,他们还要按照雇主的要求来画画,创作是受限制的。 像18世纪洛可可艺术家按照贵族的享乐趣味,创作了一批情调轻快的艺术来粉饰太平。 但是到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夕,洛可可艺术已经无法掩饰法国大厦江青的局势。 贵族统治结束后的19世纪,艺术风格就变得纷繁多样了。 主要有三个流派,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 我们从新古典主义开始讲起,新古典主义的关键词是理性。 当时由于考古挖掘,古罗马时期被火山灰掩埋的庞贝古城重见天日,一下子掀起了一阵考古热。 遥远的古罗马文化又重归人们的视野。 古罗马文化那种对英雄主义的倡导,恰好吻合了法国革命派的需求。 新古典主义艺术就是要回到古典的理性秩序。 从古罗马文化吸取营养,把它跟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宣扬资产阶级的新秩序,也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 亚克·路易·大卫就是新古典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杰出的画家。 大卫喜欢画古罗马典故,比如他的著名作品《赫拉斯兄弟的宣誓》就是他的代表作。 古罗马的时候,赫拉斯家的三兄弟为了罗马成利益,去与敌人决斗。 在绘画中,大卫选择了三兄弟在父亲面前宣誓的场景。 他们义无反顾,正好表达了新古典主义倡导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为集体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 从1789年开始,大卫积极投身于法国大革命,曾经担任公民教育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的艺术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大卫成为了拿破仑的首席宫廷画家,为他画了很多肖像画。 后来拿破仑被放逐到鄂尔巴岛后,失去靠山的大卫被逐出法国,最终克死他乡。 他最有名的学生安格尔接过了新古典主义的一波。 跟老师不同,安格尔并不热衷于政治,而是埋头在艺术创作上。 除了创作历史题材、神话题材的绘画,他还画了不少肖像画,以及具有东方情调的女性裸体。 安格尔画肖像画是为了挣钱,而这些女裸体画代表了他的艺术追求。 这些画里,安格尔加入了自己对美的理解,表达女性的柔美和优雅。 例如他的作品《大宫女》,画的是一个土耳其宫廷的女子,裸体背对着观众。 为了突出女子曼妙的身体线条,安格尔把女子的腰部夸张地拉长。 人们说,安格尔的这个宫女起码多了三节脊椎骨。 就这一点,不能看出古希腊那种理想美的追求对安格尔的影响。 与大卫的革命热情不同,安格尔主要还是在对古典艺术传统的坚守和探索。 从大卫到安格尔,反映的其实是新古典主义的革命热情消退后对重建理性秩序的需求。 以安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主导了19世纪法国正统话坛。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艺术流派逐渐崛起,站在了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 这个流派叫做浪漫主义,跟新古典的理性针锋相对,浪漫主义的关键词是感性。 他的代表人物,德拉克洛瓦,当时被认为是安格尔的竞争对手。 浪漫主义艺术家主张要突破规范,自由表达情感,强调艺术的个性和激情。 他们排斥新古典主义强调的理性。 他们对非理性的事物,例如超自然,神话事物,充满兴趣,经常描绘幻想和虚构的事物。 德拉克洛瓦和他的传世名作《自由引导人民》曾经被印在一百法郎纸巢上,可见他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地位是多么的崇高。 这件作品的主角是一个坦胸露乳的女性,手举着法国三色旗。 这个女性就是德拉克洛瓦幻想出来的自由女神。 在艺术上,德拉克洛瓦反对美术学院那种理性死板的教学方法, 认为他不能让艺术家自由地表达情感。 在他看来,绘画就要充满激情,而色彩可以很好地表达情感。 所以他的绘画往往风格奔放,色彩强烈,被人称为是绘画的屠杀。 19世纪中叶,以安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 德拉克洛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都参加了一个叫世界博览会的画展。 有一个画家也把自己的作品送去参展,但是有三幅画落选了。 这个画家很不爽,于是自费在博览会旁边办个人画展,宣称是写实主义。 这个人就是写实主义的代表画家库尔贝。 这次展览标志着19世纪中期法国画坛第三个重要流派的出现, 也就是以库尔贝为代表的写实主义。 这种风格的关键词是现实。 他一方面反对保守的古典主义,觉得他们太老气。 另一方面又排斥浪漫主义,认为他们脱离现实,不接地气。 写实主义主张眼见为实,要忠实地描绘看得见的生活,描绘当代人,当代事。 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库尔贝说, 我不会去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天使。 这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曾经参与过工人起义, 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他还是公社委员兼艺术家协会主席, 他描绘下层的劳动人民,比如作品《石工》。 这幅画内容很简单,就是一个跪着敲石头的工人和一个搬石头的小工人。 这个平凡的工作场景里,没有赞美,没有歌颂, 暗示着工作的辛苦和枯燥。 总结一下,19世纪的西方美术界有三个主要流派, 一个是强调理性的古典主义, 一个是强调感性的浪漫主义, 最后一个是强调现实性的写实主义。 讲到这儿你会发现, 艺术家开始强调艺术的自由, 开始介入到社会生活里了, 他们不再整天沉迷在画室里, 而是试图借助艺术来参与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 像安格尔那样的学院派艺术家, 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 但是通过自己在美术学院的泰斗级地位, 发挥对法国画坛不可撼动的影响。 另一些艺术家甚至会把时事热点画成油画, 公开展出, 通过图像来引起人们的舆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因为在这个时期, 新的艺术市场体制满足了这个要求。 在以往, 艺术家大部分是承接私人订单来创作的, 所以为了让雇主满意, 有时不得不妥协。 但是新的艺术市场, 让作品投放到画廊一类的中介场所来出手, 艺术家就不再需要直接针对雇主的要求了。 艺术家解决了温饱问题, 又不用看人脸色, 就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离经叛道。 艺术家马奈就被当时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 他展出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 描绘了一个裸女坐在两个衣冠楚楚的绅士面前, 公众被激怒了, 他们认为这个场景是不成体统, 道德败坏的。 因为马奈画的是现实中的人, 而不是古代神话, 所以这画的是现实场景。 这样的话, 女性公然在男性面前裸露, 再加上这个女人非常淡定地面对观众, 在当时人看来, 简直是画了一个没有节操的妓女。 画家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这幅画虽然画的是现实场景, 但它的构图其实来自文艺复兴的一幅名画, 田园合奏曲。 马奈把田园合奏曲的细腻描绘, 改造成大块面的涂抹, 用这种现代的画法, 把内容替换成现实场景, 是为了宣扬自己勇于创新的立场。 马奈的重要性不仅是他挑战了当时人的观念, 而且还在于他开启了后来的印象派。 马奈本人经常跟印象派画家交往, 被印象派画家当成是领袖人物。 接下来我们来讲最后一部分, 流派纷繁复杂的现代艺术。 艺术家从没有名字到开始大量出现名字, 到了现代艺术阶段, 艺术家的名声到了几乎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从19世纪下半叶的印象派开始说起, 印象派的关键词是客观印象。 1874年, 莫奈、毕沙罗等人自发举办了与官方沙龙展抗衡的画展, 叫《无名画家、雕塑家、板画家协会展览》。 当时有评论者看到莫奈的作品《印象日出》后, 讽刺这次展览是印象主义者展览。 万万没想到, 这原本是一句吐槽, 却让印象派因此得名, 成为西方艺术史里响当当的名字。 那为什么那个评论家会这样吐槽他们呢? 原来, 印象派艺术不再关心他们画的东西, 蕴含什么思想, 而是想要在线眼睛所见的光线和色彩。 但是大自然的光线和色彩是顺其万变了, 印象派捕捉的只是非常短暂的视觉印象。 所以印象派画家画画很赶时间, 他们的作品跟过去的绘画比起来, 显得更加潦草, 就像草稿一样。 所以那个评论家才会说他们是印象主义者, 但也因此, 他们的绘画充满了朦胧的空气感和绚丽的色彩。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 这印象派这种观点跟写实主义不是一样的吗? 虽然印象派确实跟写实主义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是它们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写实主义是看到什么画什么, 印象派是怎么看到就怎么画。 第二,写实主义绘画有主观立场, 它就像是新闻摄影一样, 但是印象派是中立的客观立场, 它就像是纯粹的风景摄影。 所以印象派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客观印象。 从1874年开始, 印象派画家在12年间举办了8次展览, 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画家赛尚也曾经参加了其中的两次, 但是渐渐他发现, 印象派只满足于对浮光掠影的捕捉, 缺乏深刻的思想性, 与此同时很多人对自己的绘画存在偏见, 所以赛尚决定回家隐居自己单干。 与印象派有过来往的还有高庚和梵高。 这三个人的作品后来在英国举办了一次画展, 被叫做后印象派。 后印象派的关键词是主观印象。 后印象派是对印象派的反动, 因为后印象派更加强调内心世界的表现, 他们根据自己的直觉重新组织绘画的线条、色彩和结构。 为了表现自己的主观情感, 不惜夸张或者变形, 所以我们可以说后印象派的关键词是主观印象。 但是赛尚,高庚和梵高三个人都有各自的风格, 我们分别来讲。 赛尚是个富二代, 他爸送他到巴黎去念法律, 希望以后继承家里的银行事业, 但是他却投身到绘画事业里。 赛尚的艺术主要是肖像画, 镜物画和风景画。 他试图探索事物的结构, 希望使用几何形来对自然界进行归纳和整理, 所以他需要一边画画, 一边思考, 速度很慢。 他脾气很暴躁, 每次他画人的时候, 只要模特稍微动一下, 他就会骂打劫, 所以他画得更多的是不会动的苹果, 罐子之类的镜物和风景。 后印象派另一个画家高庚也曾经在银行工作, 后来走上艺术道路。 英国小说家毛姆的代表作《月亮和六变式》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自从搞艺术之后, 高庚生活比较贫困, 为了省钱, 他跑到法国南部的布列塔尼, 后来又到南太平洋西梯岛进行创作, 描绘当地土著的原始生活。 因为性生活放纵, 他染上了霉毒, 刚好那段时间他女儿病死了, 绝望的他曾经跑到山上吃披霜自杀, 结果被救了。 高庚的绘画被认为跟彩色玻璃窗画和中国的景泰兰很像, 他会使用简洁的大块面颜色, 色彩单纯强烈, 特别有原始味道和抑郁风情。 对于大众来说, 樊高可能是后印象派中最有名的, 他曾经当过画廊的员工, 但口直心快的他很容易得罪客人。 他也曾经到矿场传教, 心地善良的他同情矿工们, 但也因此得罪了矿场主。 最后他决心从事绘画, 他的弟弟提奥成了他绘画生涯的资助人。 在法国南部, 樊高跟高庚一起画画, 两个人常常吵架, 结果在精神错乱中, 樊高割掉了自己的左耳。 在精神病折磨期间, 他画出了许多感动人心的名作, 但是疾病最终耗尽了他的心力。 受到印象派的影响, 樊高几乎不调色, 直接使用鲜艳单纯的颜色。 他喜欢使用沾满颜料的画笔, 在画布上留下强烈的笔触, 所以他的作品画得很厚, 表面凹凸不平。 色彩和笔触传达了樊高激烈的内心感受, 也展现了幻觉般的场景, 让他笔下的向日葵、麦田等等, 都充满了感情色彩。 总结一下, 19世纪下半叶主要的艺术流派是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 印象派的关键词是客观印象, 对应的后印象派的关键词是主观印象。 后印象派画家虽然生前不被认可, 但是死后却受到重视。 影响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 现代主义艺术其实是一个笼统的概括, 因为20世纪的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实在太多了, 它们的共同点是某种程度上的反传统。 这个反传统指的就是从古希腊古罗马以来西方的古典艺术, 所以现代主义艺术我们可以用关键词反叛来概括。 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大概有立体主义, 野兽派等十多个流派。 我们讲两个最重要的艺术家, 毕加索和杜上。 为什么要选毕加索呢? 因为毕加索的艺术风格很多样, 变化非常大, 它对艺术风格的不断探索, 几乎是现代主义艺术的缩影。 1907年法国丘吉沙龙举办了赛上的回顾展。 赛上对几何结构的探索引起了年轻艺术家们的兴趣。 他们沿着赛上的道路继续探索,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毕加索。 毕加索是西班牙人, 属于天才型人物。 他曾经说自己16岁的时候就画得跟拉斐尔一样好, 看起来有点自恋, 不过确实。 15岁的时候他就在巴塞罗那参加画展了。 20世纪初他来到巴黎, 一度生活困难, 而且经历了好朋友的死亡。 这个时候他的绘画经常使用忧郁的蓝色, 也就是他艺术生涯的所谓蓝色时期。 大概到了1905年, 有人说是因为爱情让毕加索走出了忧郁, 他开始大量用粉红色玫瑰红来画画。 人们把他这段艺术生涯叫做粉红色时期。 不久他人生中的贵人出现了。 那就是20世纪前卫艺术的赞助人斯泰因兄妹。 如果你看过伍迪艾伦导演的《午夜巴黎》, 那个主持文艺沙龙的女童性恋者就是斯泰因夫人。 这位赞助人思想前卫, 支持艺术家自由的探索。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 毕加索创作了著名的亚维农少女。 在这张作品里, 毕加索把他从塞上那儿学到的几何型分析方法, 和他从非洲面具那儿得到的启发融合在了一起, 甚至他直接把非洲面具画到了人物的头上。 所以你会看到, 这张作品里有几个丑八怪, 那这张作品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从亚维农少女开始, 毕加索开始试着发展这种几何学的分析方法, 把自然界的物体形象打碎重组, 把这些物体的正面, 侧面, 俯视面, 仰视面都组合在一起, 就好像是把每一个侧面都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把这些照片上的轮廓都描在了同一张纸上, 这就进入了所谓的分析立体主义时期。 顾名思义, 这种创作需要大量的理性分析, 才能把物体不同的块面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时期, 毕加索创作的一些以他妻子为模特的肖像画, 你会看到, 人的眼睛是正面角度的, 但鼻子却是左侧面角度的, 诡异的是, 头是转向右边的。 到了1912年, 他尝试把一些现实中的边角料, 例如旧报纸, 卡片等, 拼贴到绘画上, 再加上一些线条, 让画面看起来更完整。 这种作品被人们叫做综合立体主义, 意思就是说, 画面上有很多元素、图案, 综合在一起的绘画。 除了毕加索, 我们还讲一个人, 那就是杜上。 或许你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但你可能听说过, 有一件让人困惑的艺术作品, 是一个小便池, 那就是杜上的代表作之一。 我们为什么要讲他呢? 因为这个人可以说是, 后现代主义的鼻祖。 杜上是个法国人, 他全家几乎都是画家, 他一开始也画画, 到了一战前后, 他跑到美国去, 开始他对艺术的破坏。 1917年, 他买了一个小便池, 在上面签字, 送到展览中展出, 引起了巨大争议。 他的这种艺术形式, 后来被人叫做是, 现成品艺术。 也就是说, 艺术家选择一些生活中现成的东西, 作为自己的艺术作品。 这种艺术, 令当事人非常震惊, 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看不懂, 因为它几乎颠覆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 杜上的做法, 就是希望破坏旧有的艺术观念。 告诉我们, 艺术与生活应该是平等的。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艺术家已经很像知识分子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我们经常看到艺术家, 为了追求自己那个, 不被世人所理解的理想。 有的陷入疯癫, 有的吃不上饭, 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有一种印象, 就是只有艺术家死了, 他的作品才值钱。 艺术作品的价值水涨船高, 常常爆出某某某作品, 以天文数字的价格拍出的新闻。 这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 艺术史, 艺术批评等学科逐渐兴盛, 学者或批评家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艺术家, 炫扬他们的成就, 甚至把他们载入史册。 例如后印象派, 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 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英国评论家罗杰弗莱。 此外, 博物馆对艺术品的收藏, 很大程度上, 也在界定哪些是有价值的艺术家和艺术品, 哪些不是。 这些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无疑也是给公众强化了这种观念。 在多方面的影响下, 艺术家的地位提得越来越高, 他们甚至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先行者, 很多艺术家也希望用艺术的形式, 来表达自己对世界和社会的观点, 所以他们的艺术越来越哲学化, 形式也越来越复杂, 也就慢慢变得难以被人看懂了。 好了, 整个西方美术史就基本介绍完了, 我们用了很多关键词, 来概括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 贯穿其中的线索是艺术家地位的问题。 我们看到, 西方美术的历史一开始是文艺复兴以前, 没有名字的艺术史, 艺术家被看成是工匠, 没什么地位。 到了文艺复兴之后, 留下名字的艺术家变多了, 艺术开始被认为跟科学、知识有关。 艺术家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他们逐渐取得经济独立, 发表自己的观点, 参与到社会运动中。 到了19、20世纪, 艺术家的地位达到顶峰了, 艺术家变得越来越像哲学家、 思想家, 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 随之而来的是作品也越来越贵了。 好, 这本西方美术史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